1942年4月 长沙城南 上午九时许 一辆钢丝轮充气胎 油气光亮的人力包车 从南正街向大西门方向的翻程堤奔去 拉车的年轻车夫显得很精神 一边很响亮的吆喝着行人让道 一边快速地在大街上大步穿梭 这是长沙城不多见的豪华人力包车 包车上坐着一个头发梳的饭量 西装革履的三十多岁的年轻人 他就是聚宝斋古玩店主人贺又青 大家好 这里是关山太保 我是主播于连州 如果喜欢我们的故事 那就订阅我们吧 长沙古玩业有做地装和洋装生意说 地装即只做本地古董生意 女洋人做古董生意称为洋装 贺又青称得上是做洋装生意的大古董商 经常奔走于上海北京这样的大城市之间 今天贺又青去翻程堤市卫淘宝 翻程堤曾经是明朝潭王朱子的府邸 阴间有明藩王府的防洪作用 故而得名 他南接大西门 北上吉祥巷 一时成为了山货 故义 雾气 荒货 古玩的集中区 当时有一种说法 出土文物在西安 民间古玩在长沙 长沙城北区 相将河西一带的土夫子姚户 多将地里挖出的墓里逃出的古董 拿到翻程堤来卖 加之宁乡 旺承两县 也不时有人持古董 去翻程堤送至古玩店 或接盼贪售 使翻程堤古玩市场十分热络 长沙当时有120多家古玩店 仅翻程堤就占了30多家 这也是家住小冬毛巷 古玩店开在南门正街的贺又青 常来翻程堤淘宝的原因 不觉间 贺又青走进了街中心的 萧婷妇古玩店 他想快步从这层 使他蒙羞的地方走过去 几个月前 他有一次在萧婷妇古玩店 收购了一尊双二三足青铜茶顶 满以为会在上海拍卖会 拍出好价钱 殊不知却被上海 古玩建厕所定为房品 这对于对古董颇有研究 又善于鉴定文物的贺又青来说 不能不说是耻辱 而让他蒙羞的萧婷妇 几年前还是个收荒货的穷小子 想到这里 只能用玩古董的人 谁没有看走眼的时候 这句话安慰自己 习惯使然 他经不住又忘了萧婷妇古玩店一眼 店面不宽 临街这一面的玻璃柜里 依旧摆着古钱 古陶罐 青铜器一类古玩 一看便知道是房品 套里的屏风内似乎有人在争执 声音不大 但看不到人影 临街的玻璃跪边 坐着一个年轻俏丽 身材奇长的女子 两条长长的辫子垂在腰后 正专注地看着什么 那宁某端坐的女子 与店内的古董 形成一种极大的反差 可又青不由地又向那女子看了一眼 心想 从临乡来的萧婷妇 硬是在翻成堤发了 还雇了这么个漂亮的女子坐店 这时 一个穿着旧长衫 提着一个轻不包的轻瘦的男子 从萧婷妇鼓完点屏风后 急急地走出来 他眼神中带着几分恼怒 脸胀的通红 一出店门 头也不回地朝街中走去 贺又青看他拎得轻不包有些分量 知道是古董 许是萧婷妇压价太低 藏家不肯出手 才愤然离去 贺又青加快步子 跟了二三十步 那男子果然在一块空地上 摊开一张牛皮纸 在纸上摆出古董 是一只图盘和一只双耳瓶 贺又青发现他的手指修长 还留着一截指甲 手就更见修长了 摊前有了看客 有人只看不问 肩或有人捧在掌心把玩一阵 问过架后摇摇头走了 贺又青走进摊前 对男子尖尖一笑 不急不忙地捧起双耳瓶 知识康熙五彩 因为图案中绿树红花 湖光山色中用了蓝彩和黑彩 又让蓝彩和黑彩是康熙词的一大发明 其浓艳程度超过了青花 衬托在五彩的画面中 使整个图案更加娇艳生动 贺又青用手摸平的圈足 在看款制时 发现敌款已被磨去 他暗暗吃惊 藏家十分注重古董款制 这只康熙五彩磨去敌款 虽不伤大雅 但毕竟美中不足 他听杭家说过 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元石 清宫瓷器大量流散 蜻蜓曾派员追回流散瓷器 因此大批瓷器多将敌款磨去 以免被查出而治罪 对方先人因此而磨去敌款也未可知 或许萧婷复即因此而压架 贺又青放下康熙五彩双耳瓶 拿起另一只图盘一看 是一只三国故事图盘 瓷胎细腻温润 人物栩栩如生 光泽透彻明亮 贺又青细细查看康熙五彩时 男子见对方西装革履 头发梳得油光泛亮 知识有钱人 尤其见贺又青看康熙五彩时 对他的气情有面 颜色款质都看得很细 渐渐心宽起来 贺又青笑笑 不动声色地说 这两件古董我都买了 先生要卖多少钱 男子说 两件一起卖 三百光阳 贺又青爽快地说 看得出 你也是等钱即用 是吧 这样 我出四百光阳 男子说 先生你说得不错 我家住在宁乡一个小镇上 家母患了重病 不得以贱卖先父遗物 来给家母抓药的 贺又青问道 先生尊姓大名 男子说 必然姓赵 明仲凯 宁乡一个小镇上的私厨先生 贺又青听出赵仲凯的宁乡口音 说 是才你从萧亭妇古玩店匆匆出来 赵先生与萧亭妇是同乡 赵仲凯苦笑一声 算是吧 还是一个村的 萧亭妇倒是变了 说过这话后 他摇摇头 坚默不语 贺又青在城内公馆 收购过一些达官贵人遗孀 或后裔的藏品 有些价值不菲 他明白不少真品奇物 藏之于有些来历的人家 也许赵仲凯也是如此 他对赵仲凯说 日后 先生若需用藏品换钱即用 可直接找我 我的聚宝斋 开在南门正街66号 毕家住小冬毛巷38号 两处地方都好找 我有许多朋友 他们要卖古董 或鉴定古董 都去我的聚宝斋 或去小冬毛巷找我 赵仲凯听罢 想起萧亭妇对康熙五彩和图盘杀价的痕迹 尚有一份 他无限感激赫又青的大度和善解人意 心想强救家母需用钱时 需再去找贺老板 想爸说 今日我还需上次一堂配几味药 就此谢过 赵仲凯抱拳坐一后 大步朝大西门方向走去 贺又青初翻成堤 走过萧亭妇古玩店时 心情好极了 不由得向那店内望去 萧亭妇依旧没露脸 倒是那座店女子正好与贺又青目光相遇 那女子对贺又青奄然一笑 几乎让贺又青心筋摇动 把持不住 详金店与那漂亮女子聊上一会儿 清晨 当天心隔至南门口一带 只有西书的行人时 南门正街以人潮涌动 摩肩街中 当一个个店老板打开店门 伙计们便积极点上 昨晚用过的煤气灯或煤油灯 林郎满目的商品便齐齐展现 与用板车拖白沙水 进南门正街卖的中年汉子比较 伸手矫健的小兄弟早已截足先登 卖头丹白沙水的十余同源已经到手 德园扩大的殿堂里 早已烟雾缭绕 喝早茶 吃德园包子的熟客 已坐得满满当当 当阳光照到门店上端 统一搭建的布棚时 徐长青烤鸭店 李和盛青针牛肉馆 吴大茂针扣店 四一堂 借昌筹布店 都显示出越来越吸引人的魅力 南门正街是民国十七长沙的商业中心 街上有二十多家古玩店 相对于饮食 南货和筹布庄来说 古玩店显得生意清淡 古玩店的老板们也叫闲事 但其间的波爵云鬼 只有业内人自知 贺又青经营的聚宝斋 是闻西大火后最早重任旗鼓的古玩店 闻西大火是1938年11月13日 凌晨燃起来的 当贺又青被邻居的呼喊声惊醒 走出公馆时 长沙城已经一片火光 他马上想到南门正街上的聚宝斋 他的古玩店还存放着不少字画 其中有王羲之 王献之父子的真迹 蓝亭旭和丫头丸帖 怀宿的自续帖 以及唐银扬州八怪的话 几件妻妻 慕勇尽在其中 娇妻及爱女 加上逃难的人群 容不得他独闯南门正街 第二天 当一家人从城郊回到小冬茅巷时 索性公馆未着火 但据宝斋只剩腿墙残瓦和焦炭般的断传 自画漆器早已化成灰烬 长沙人有血性 有韧劲 几天后 南门正街的废墟上 不少人晚上参风露宿 白天却在紧忙搭茅棚 盖山皮木板房 力图尽快恢复生意 乡亲们的决断 使赫又青重拾信心 他的聚宝斋成为最早恢复原貌 重新开业的古玩店 也就从那时起 转而主要经营历代陶瓷 青铜器 玉器等 近日 贺又青买下隔壁一家无力经营的男货店 准备扩充做古董 修救复旧业务之用 只是一时未找到这方面的高人 这天上午 一身西装革履的贺又青 正在欣赏城南土夫子 穿山进刚送来的几件古董 其中玲珑剔透的玉蛹飞天 让贺又青眼前一亮 玉雕的舞女宽袍大袖 掩藏不住她的仙体 飘逸若仙 其发呈扇形 两边劈锤 鬓角微卷 殷鹤的细线丝丝入扣 她的袖口 腰迹 裙边的飘带 多卷曲弯钩的纹饰 正在她欣赏玉蛹时 有人喊她 她抬头一看 是赵仲凯 她依旧穿着那件旧青布长衫 右手拎着一个鼓鼓的青布包 但眉宇间透出喜气 她想 这次见到赵仲凯 与上次见面相隔正好七天 于是问道 伯母身体近日安好 赵仲凯急急回答说 托贺老板的福 家母近几日病况转好 上回我与贺老板分手后 在中华国药局配了几服好药 都加了名贵药材 说吧 把手中的青布包轻轻放到柜台上 和又轻望着青布包 觉得有些重量 心中一喜 赵仲凯先解开青布包 又将三个大小不等的纸包 小心翼翼地包开 每件古董类都裹着一张旧报纸 外包装是一张牛皮纸 且用麻线扎着 待将古董包全部包开后 显出一件布满西瓜绿的牛尊 两只桃涌 他不禁暗自叫好 赵仲凯笑着对贺又轻说 贺老板 我带这几件古董来时 开始有点舍不得 但是家母的病更要紧 再说 送来贺老板这里也是适得其所 也就宽心了 赵仲凯后一句让贺又轻很受用 他俯下身来 先是目不转睛地望着牛尊 牛尊二十来公分高 圆眼 一对弯牛角自然而优雅地卷起 滚圆的腰身和粗壮的腿上附着云纹 他觉得牛尊的高矮比例恰到好处 给人一种憨实雄剑的感觉 他在细看牛尊时 方知是一件酒具 腰脊正中是灌入酒的进口 出酒口含在嘴里 赵仲凯一直望着细心观赏的贺又轻 神情有几分不安 不时搓着双手 贺又轻端起牛尊 腾出一只手在牛尊上倾服 又贴近袖袖有无刺鼻的铜腥味 真家伙是没有这种气味的 他用两指敲击牛尊时 发出清脆而纯净的声音 牛尊上的款质 让贺又轻响了一会儿 古代金石的文字凹者为款 凸者为时 下周时款在内而时在外 呈现在他眼底的款质清晰 身浅粗细一致 排列匀整 原文繁复 宽而深 他的目光忽然停留在牛尊的左后腿上 这里的文饰叫其他部位略感不一致 他暗中用食指指甲在那部位滑了滑 竟然留下轻微的划痕 针品上的秀与气体一样坚硬 是刀也磕不掉的 赵仲凯脸上一红 尴尬的说 贺老板好眼力 实话告诉你吧 是我搬迁中不小心撞断了牛的左后腿 但不上了 贺又轻宽厚的一笑 可惜不过先生复旧的方法 一般人根本看不出来 赵仲凯连忙回应 贺老板过奖了 贺又轻对两件唐三彩词用兴趣大发 他的天蓝 贺红 茄子搭配得十分协调 其中一件是贵妇勇 贵妇绣紧细腰 体态风雨 高病宽秀 姿态显雅 动静相宜 另一个是吴勇 朱唇红夹 风艳娇美 体态轻盈 群沛生风 贺又轻忽然注意到 吴女勇的群沛一脚显得明艳 但不仔细与他出对比 难以看出来 贺又轻一手握舞女勇 指着群沛一脚的明艳出说 这个地方先生一定处理过了 赵仲凯尴尬地点点头 贺老板真是独具慧眼的行家 任何瑕疵都逃不过你的目光 贺又轻顿时脸一红 说有时也不尽然 他说完便转换话题 看来先生是古董修旧 复旧的行家旅首 赵仲凯沉吟片刻 说 我自幼从家父处 朴学了一些 但只在修复自家的藏品时试试 贺又轻听后耸奸一笑 先生修旧复旧古玩的记忆 会有用武之地的 他忽然有了请赵仲凯来主持 古董修旧复旧的念头 贺又轻今天收了三件古董 十分高兴 给了一个使赵仲凯满意的价钱 临别 他把赵仲凯带到刚买下的隔壁殿堂 诚恳地说 我见过先生的修旧复旧本事 想在隔壁专营古董修旧复旧 由先生主持 一来拓展了聚宝斋生意 二来施展先生才艺 至于先生家母 我可以为先生出资租间屋 你可悉心照顾你母亲 再说省城里医院多 配要方便 你拿定主意后可随时找我 赵仲凯感到贺又轻言辞恳切 他已与贺又轻打过两次交道了 觉得此人可交 但能否来聚宝斋谋事 还得从长计议 想爸说道 必然尚有一昧 我正在操办他出嫁仪式 带我回家与家母商榷 届时再告贺老板 贺又轻知道赵仲凯是个孝子 心中颇为感动 赵先生 那聚宝斋等你的好消息呢 望着赵仲凯飘然而去的身影 贺又轻沉思起来 离头街有个神雕章 是张云飞古玩殿的主人 此人精于壮客 木雕 玉雕 铜雕无所不能 坐骑物上的文士 几乎与真品无异 贺又轻觉得 赵仲凯这方面的本事 不在神雕章之下 倘若他能到聚宝斋谋事 那再好不过了 两个月后的一天上午 赵仲凯突然出现在聚宝斋 与头两回不同的是 他面色寡黄 神情枯稿 肩上挑着一旦行李 一头是一床蓝粗布被盖 另一头是一只黑漆皮旧木箱 他的身材显得更加瘦削 贺又轻心里暗戏 但见赵仲凯孤身前来 有些纳闷 便问伯母怎么不亦同前来 他曾承诺给赵仲凯母子租间住屋 或许赵仲凯是打仙战 先妻而来呢 赵仲凯一边往店里走 一边忧气地说 家母来不了了 贺又轻一愣 赵仲凯接着说 我上次从你那里回家后 家母吃了我在长沙新配的药 病情看好 又操办了我小妹的婚事 可是 就在我妹子回门那天 家母也许过于高兴 病情突然恶化 当夜先是 说到这里 赵仲凯双眼湿湿的 贺又轻连连劝他节哀顺变 赵仲凯擦擦眼泪 从黑木箱里拿出一件 用不包好的古董 打开来 是一只带员配三足底座的宣德卢 贺又轻捧起宣德卢 按叫一声好 两年前 他收过一只成暗紫色的宣德卢 无底座 在上海卖了个好价钱 此后 宣德卢便求而不得 想不到今天送上门来 他在细看宣德卢 呈褐色 晶莹透亮 几乎无铜锈 这是明代 从仙罗国进口的 蜂魔铜注制的 因为蜂魔铜中 掺了2%的黄金 故内含珠光 外观淡淡沐沐 宣德卢智细腻如鹰而肤 此卢圆醇 井短而细 覆扁古卢碧阳头为耳 福以瑞寿文 卢底克大明宣德粘制款制 是难得一见的上品 贺又轻细细妈萨一阵 轻轻放到柜台上说 谢谢先生割爱 赵仲凯一声苦笑 贺老板是行家 也是爱古董之人 到你手里也是与他有缘 贺又轻十分感激地说 真得谢谢先生 至于价钱 你会满意的 赵仲凯迟疑了一会儿说 我想用卖宣德卢的钱买间旧屋 够了吧 贺又轻一听 忙说 上次我不是说好 替先生租间屋吗 赵仲凯一摆手 不想麻烦先生 再说买间房子也是长久之计 因为家母治病 便卖仙富古董 走了些古玩店 动了在古玩店谋事的念头 反正我在小镇上也是孤身一人 了无牵挂 贺又轻想想 说 也好 好吃做到底 我一并为先生先看看房 位置价格合适时 先生在前往定夺 赵仲凯感激不尽 那就一切拜托贺老板了 赵仲凯来到聚宝斋后 贺又轻将新买下的南货店 与原店装修一致 并在新店门楣上挂上牌匾 聚宝斋专营修旧复旧 李坚一节用屏风隔出工作间 贺又轻与赵仲凯商定了一条规矩 修旧复旧收费 按古董原职五分之一计算 此店开张营业后 尽管收费不算低 但门前顾客络绎不绝 贺又轻不仅分享这项生意的好处 也目睹了赵仲凯的不凡记忆 那天 一位气质不俗 藏家模样的中年人 特来向赵仲凯道谢说 因家中保姆不小心 碰碎了他家老爷子的一支康熙粉彩瓶 瓶口破碎了两处 不能再摆在他家老爷子卧室里 老爷子成天唠叨 被责罚的保姆终日哭泣 几天后 当他家老爷子看到修复如新的粉彩瓶时 连连撑起 他家老爷子不再唠叨 保姆也不哭泣了 还有一回 省府一位药员拎来一支精致的七匣子 打开一看 内装一支断了一条腿的古阳尊 阳尊二十多厘米高 是指西周后期的青铜器 他一见赵仲凯就说 这是我生平最喜欢的一件古尊 你看它上面的厨余龙纹繁简得当 栩栩如生 可谓极品 可惜被我不小心摔了两足 先生务必帮我修复 几天后 这位省府药员捧着修复的青铜阳尊 仔细查看后 连连赞叹赵仲凯真是奇人 古阳尊不仅看不出伤痕 连文氏也与原物一般无异 浑然一体 这位省府药员还到贺又青这边面谢 要交他这个朋友 贺又青觉得自从有了赵仲凯 聚宝斋如虎添翼 在长沙古丸界的名号更响了 樊成帝肖庭妇古丸店主人肖庭妇 今天决定去居宝斋 取回修理好的古丸 几天前 肖庭妇叫女店员钱婉萍 送去了一件破损的唐三彩氏女佣 约好了今天去取 顺道看看同村老乡赵仲凯 他到居宝斋谋事 是肖庭妇怎么也没想到的 肖庭妇去居宝斋 还与贺又青有一桩生意要谈 肖庭妇思良 穿哪一身行装呢 他从不多的衣着中挑剑 但哪一件都不如贺又青 那身高档的藏青色戏装 好容易换上一套中山装 脚穿心轻不斜前行 在贺又青面前 他总有一种自残行贿的感觉 只有在他不久前 卖给贺又青一只青铜茶顶房品时 才有一种胜利者的感觉 临行前 钱婉萍有些异样地望着肖庭妇 走近他 打亮他今天的装束 嫣然一笑 肖老板 你今天好像去赴约会似的 肖庭妇色迷迷地 望了奇长而风鱼的钱婉萍一眼 说 我今天去和贺又青谈比生意 哪天再让你见见贺又青 其实他也是世俗人一个 没什么了不起的 肖庭妇知道贺又青不吸烟 不喝酒 也不赌博 嗜好只有两个 一是喜欢文物 二是喜欢追逐漂亮女子 他想前婉萍肯定会使贺又青心动的 肖庭妇出门从来都是不行 今天他却特地在翻成低街口 叫了一辆人力车拉他去南正街 并且在聚宝斋门口下车 可令他遗憾的是贺又青不在聚宝斋 没能看到肖庭妇坐人力车 来聚宝斋的情景 聚宝斋的小伙计宝来说 贺老板在店子喝杯茶就走了 肖庭妇只好去取那件唐三彩世女佣 顺便看看老乡赵仲凯 他不得不佩服贺又青 竟想到古丸修旧复旧的营生 而且请来了藏而不露的同乡赵仲凯 他肖庭妇怎么没想到呢 肖庭妇走进修旧复旧的店门 店面装修得很考究 来此修理古丸的客人络绎不绝 肖庭妇尽力在远处 足足看了分靶中 赵仲凯刚从身后的柜架上 拿过一支灰桃罐 正带修妇 一抬头见识肖庭妇 盲说肖老板来了 声音不冷不热 一边从柜上取过修复好的 唐三彩氏女佣递给肖庭妇 肖庭妇接过唐三彩氏女佣 兵住细看 并轻轻妈撒 说真是修旧如旧呀 我是一点都看不出来原来的伤痕 离头街张云飞古丸店的张云飞 是长沙古丸修旧复旧的圣手 我看你的记忆不在他之下 赵仲凯尖尖一笑 并不受用这褒奖 我哪敢与离头街的张云飞相比呀 他也听说过神雕章这个名字 肖庭妇对赵正凯说 我很久没回宁乡了 几天前回老家时 才知道伯母先是 你母亲过世那天 怎么不通传我一声 兄弟好去宁乡磕头呀 赵仲凯说 谢谢你记得家母 肖老板是个大忙人 就没惊动了 语气不冷不热 肖庭妇走进赵仲凯 说 我想再请你坐之上回同样的青铜茶顶 工钱是上次的两倍 行吗 原来在赵仲凯母亲病重急着用钱的时候 肖庭妇曾请赵仲凯 为其做一件青铜茶顶房亭 他想这次对方一定会接受的 肖庭妇认为 那次用赵仲凯完成的茶顶房亭 与贺又轻做交易 是他出道以来做的最成功的事 他想再享受一次成功 赵仲凯一听 摇头说 我不再干那事了 那次给你做茶顶 纯属无奈 现家母已归西 我不必那样做了 他又问肖庭妇 那只茶顶卖给了谁 卖了个好价钱吧 他知道 一般古董商是无法鉴别真伪的 肖庭妇打着哈哈 十分得意地说 我把茶顶卖给了一位大古董商 还是位识货的玩家呢 也许 那茶顶还真藏在他家 或许他转卖给了另一位古董商 也许让洋人带到了国外呢 赵仲凯不知道古董买卖的秘密 心存惶恐 问道 那件茶顶不会出什么麻烦吧 肖庭妇坦然地说 也许买家最后会明白 茶顶是房体 但他绝对不会找卖家算账的 赵仲凯瞪着肖庭妇 说 那又为什么 你真不明白呀 肖庭妇又打了一个哈哈 你说一个古董商买了一件房体 他能说吗 人家会说他眼力不济 还在道上混啊 所以他宁肯吃了亏也不说出来 免得颜面扫地 赵仲凯点点头 原来如此 肖庭妇以为赵仲凯被说动了 又说 你做的房品已经是真假难辩了 你不想让你做的房品 成为长沙一绝吗 赵仲凯心意淡然 肖老板 你莫费神了 我心已定 不会再为你再做那事 不会再做什么事呀 随着一声洪亮的声音 贺又卿穿过两间房中的新门走进来 一件是肖庭妇 脸顿时拉长了 说 肖老板 来看你的老乡 赵仲凯来聚保斋钱 一告诉贺又卿 肖庭妇是他的同村老乡 肖庭妇突然见到贺又卿 望着他永远梳得整齐的头发 还有西装 黑亮的皮鞋 加之他的洋装生意 肖庭妇总有一种自卑感 他早听说 贺又卿的发型之所以优雅 是因为他在青石街口上的南京美发厅理发 那里有美国店店 照头吹风 化学烫发水 当然理发费为平常理发店的几倍 他还是文化剧院青沙澡堂的常客 他照相只上云芳照相馆 因为那里是给国民党军政要人 以及知名社团照相的地方 贺又卿在这些方面 可谓独步长沙古玩界 肖庭妇还记得三年前 他一直靠收荒货为生 每天早上挑着一弹箩筐出门 一头是脸盆装着的古堂 一头装些瓷器婉展 从一条街到另一条街 从一条小巷到另一条小巷 一边走 一边敲响弯铁板 呼唤接铃用破铜烂铁 古旧货碗换古堂 遇到值钱的古董也用钱收买 那天 萧亭妇走至一栋 有石库门的公馆室 里面走出一个老太太 照她进屋 说有一堆旧铜和碎玻璃要卖 萧亭妇进屋 兼那碎玻璃倒是平常东西 但那堆碎铜是古铜 她将喜自藏匿于胸 眼光贪婪的四处军寻 建造上有只成豆豉的长口碗 尽钱拿起一看 其胎幼 文是不同寻常 还有百福百寿精语 那永乐年制的款制 使她异常高兴 便对老太说 你这只装豆豉的碗 我以一块光羊来换 你不是只装豆豉吗 我明天一定白送你一个 和这一般大的碗来 第二天一清早 萧亭妇果真给这位老太 送来一只兰花碗 当然是民国的 这位老太太没文化 一高兴 为其细想 便将老伴儿及老祖宗 留下的不少古董 一股脑儿卖给了萧亭妇 萧亭妇 古灵精怪 知道货币三家 误出些道道儿后 才亦然出售 当然卖出了好价钱 那时 萧亭妇在画龙池 住一间灭之币的租屋 听说南正街聚宝斋老板贺又青 出手大方 凡是他看好的股丸 肯花大价钱买下来 有一次 他上南正街找到了贺又青 当时萧亭妇戴顶就草帽 扎袖卷裤脚 挑着一旦就箩筐 喝又青一件 萧亭妇送来的瓷器 惊喜之余 发觉有只长沙窑 又下踩的瑞兽百剑 碰伤了瑞兽头部 他不经意地说 你真是受慌惑的 不懂得保护他 你看 这件瓷器如果用纸包好隔离 就不会碰坏瓷了 瓷伤一触 跌驾呢 萧亭妇为此伤懊悔 但那一句收慌惑的 却大错他的自尊心 当他卖给贺又青 那件青铜茶顶房品时 贺又青竟没有识别出来 萧亭妇觉得 报了贺又青那次 用言语伤他的仇 内心说不出的痛快 当贺又青知道萧亭妇 是来取修补的唐三彩后 肆无谈下去的兴趣 正带要走 萧亭妇忙说 贺老板 我想邀你合作一桩古董生意 不知你有没有兴趣 贺又青站住 低头沉思片刻 转过身 带着屁腻的眼神说 不是房品吧 他一下子想起那次 在翻成地买下萧亭妇 双耳青铜茶顶房品那当时 记得时候 他还去过梨头街张云飞古玩店 找到神雕张云飞 让他辨识青铜茶顶真伪 张云飞把玩一阵青铜茶顶后 把他递到贺又青手里 十分肯定地说 茶顶是真家伙 能逃脱我眼睛的高人房品 还没有出现的 贺又青心里顿时他是下来 一个月后 他将茶顶带到上海 准备参加拍卖 在开卖前 拿去上海古玩鉴定所检验 人家上海鉴定专家云集 设备先进 检验结果说 青铜茶顶是高仿 上千光阳打了水漂 而且他只能打掉牙齿 往肚里吞 长沙古玩界 谁不知贺又青 这一传出来 起步一笑大方 贺又青虽有心结 但作为一个生意人 他更不想漏掉生意 万一这回当真啊 宁香出土下商周的青铜器 而且出则大剑 这是不争的事实 他贺又青能一小师大吗 他望定也已恢复常态的 肖亭妇说 是件什么器物 肖亭妇一见贺又青的神色 知道有了转机 盲说 一尊两三尺多高 双二三足原妇的后周合适地 贺又青疏眉 走进肖亭妇 你怎么推定十周后期的礼器 不会错 十周后期的礼器 肖亭妇肯定地说 贺又青果真有了兴趣 拉着肖亭妇说 走 我们去谈谈这生意 两人在店内屏风里坐定后 肖亭妇眉飞色舞地说开来 前不久 邻村张家盖房挖房积石 挖出一只谷顶 两尺多高 当地乡绅前君辱 也就是本店女店员 钱婉平的父亲 他也来观赏 他对谷玩颇有鉴赏水平 从谷顶上的小传 认定他是晚舟礼器和市顶 贺又青直接了当地说 货主要多少钱 肖亭妇声音滴滴地说 这一钱我收过一件谷顶 比这略小一点 才卖了几千光阳 董行的行家说 拿到上海卖 远不止这个价 贺又青心里嘀咕 这件谷顶的价也低得有些离谱 他现在知道萧婷妇 找自己的缘由了 这样吧 后天 我同你一道去宁乡 倘若是真家伙 我们合伙买下来 买顶的钱和其他费用 你我各出一半 由我运至上海找买主 成本分摊 和市顶卖后扣除成本余胜一人一半 你看这样行不行 肖亭妇寻思片刻 心想 这尊谷顶与他上回 从宁乡买的低买价比较 现在的要价肯定窜上去了 靠他一人买 财力不济 再说 只有做洋装生意 才有门到能在上海 北京卖出高价 贺又青是上上合作对象 想吧 他对贺又青说 我们去宁乡买下 和市顶后 由你去上海卖出 但我们需商定出一个售价 我看和市顶能卖 250光阳 低于这个售价不卖 贺又青心中有底 表面故作不情愿地说 这个方法好 但卖出这个价不容易 他想不到短短三年 一个十荒获的 眼下有了这等精明 这等算计 这时 小庭富完全一副生意人架势 贺老板是行家离手 又有资金 有你这话 这回收购和市顶算是成功了一半 贺又青不出声了 似乎在心中开始盘算收购和市顶 来自去上海交易的细节 小庭富见识已谈妥 起身告辞 贺老板 那就约定后天上午九点 再去宁乡的汽车站会面 我们一到去 贺又青送走萧亭富 静止来找赵仲凯 赵仲凯正在为一件 朽烂的七连更换木台 贺又青说 你说与萧亭富合作收购和市顶 有几成把握 他这人可不可靠 他想赵仲凯与萧亭富是老乡 应该了解萧亭富透彻些 赵仲凯沉吟片刻 说萧亭富精明 会做生意 不久前 他在宁乡收购了一件桃园古顶 赚了一把 但地方上动静大 是钱婉萍的父亲出面 地方上相亲的意见 才慢慢平息下来 贺又青暗中一息 想不到 萧亭富的女店员 前婉萍是名门闺秀 想到他那张白皙的鹅蛋脸 和风鱼的奇长身子 有几分心动起来 这几天 一在宁乡收购古顶 病运底长沙的贺又青 十分高兴 午后 贺又青一身光鲜地走进聚宝寨 一脸喜色地对赵仲凯说 我已准备好了一批古董 到上海交易 其中有与萧亭富合伙买的 合适顶 我已叫伙计订好了 后天去上海的船票 今晚 我在东毛街萧香酒家 订了一桌 请土夫子穿山镜来吃晚饭 你与穿山镜认识一下 我去上海期间他挖木的货 我让他找你 萧香酒家开在 东毛街一处清幽处 虽是长沙有名的高档酒楼 但外观并不好奢 翘脚飞檐 一色青砖墙 里面却是宽敞亮堂 古香古色又厚重 贺又青家住小东毛巷 离此百步之遥 自然对萧香酒家忍熟 他领着赵仲凯 静止走进萧香酒家的 芙蓉园包厢 二人坐定 贺又青叫堂馆点菜时 对赵仲凯说 这里的红维土豹 奶汤鱼翅 红烧肉很有名 其他各种菜也有味道 今天我们点个红维土豹 红烧肉 上份清蒸桂鱼 再上两个小菜 赵仲凯应声道 听平贺老板 说霸四顾周遭 心想在他居住的小镇 断然找不出这样的酒家 就是在县城也未必有 二人喝茶时 赵仲凯问道 你约来的这位土夫子 怎么叫川山静 他与聚宝斋一定很熟吧 贺又青一笑 其实很熟 他吃这碗饭 还得搭帮我 川山静叫萧贵生 性子刚烈 早年他在老家宁乡 伤了一位乡身后跑了出来 先在便河边搭了肩棚屋住 他白天去当裸饺子 在码头上给人挑货 挑货上船下船事件苦活 那天他嫌两个长沙衙子 抢他挑脚生意 与两个长沙衙子理论起来 对方仗着人多 先动起手来 川山静也不是服软的角色 扔下箩筐 强起扁担就砍 不远处两个长沙人也冲过来帮架 川山静眼看要吃亏 贺又青正好路过 便往当中一站 婉言劝那几个长沙衙子住手 一个长沙衙子说 先生你好话一句三冬暖 住手可以 但他得赔我俩工钱 当时贺又青一笑 那就这样定了 急忙从西装口袋中摸出两块光阳 塞给一人一枚 异常欧豆化解与顷客之间 川山静感激涕零 但对两个先动手的长沙衙子 仍有几分火气 贺又青对俩长沙后生说 都是吃这晚饭的 今天不见明天见 何必拳头相向呢 两个长沙衙子熄火离去后 川山静过来道谢 贺又青说 这样吧 我也给你两块光阳 你去买步就板车 置两只长筐 虚荒涂领托黄泥卖吧 城里哪家烧煤都缺不了黄泥 挖黄泥说不定还能挖到宝呢 川山静一脸困惑 火气全消 问贺又青 老板的话我没听明白 挖黄泥怎么能挖到宝呢 贺又青见周遭无人 走进川山静 我是南正街做古董生意的 有个经常来我这里 卖瓷碗和瓷盘子的人 就是托黄泥卖的 他见对方兴趣见农 简单的说 你在山坡下挖黄泥时 也许会挖到隋唐至宋朝的墓葬 墓葬尸骨无存 但那些隋葬品 譬如瓷碗瓷盘 或者陶冠什么的 就是古董 很值钱 穿山静听霸大戏 老板 我懂了 我去托黄泥卖 比当裸饺子轻松 如果能挖到古董 我上南正街找你贺老板 赵仲凯觉得真是在听故事 很有趣 不经问 后来呢 贺又青笑起来 他此后自然过得滋润 开始还挖黄泥 后来干脆邀了几个人 干起挖木这营生 挖木虽累 但来钱快 他那帮人早晨都去麻园湾 那家春来茶馆喝茶吃包子 落雨天 下雪时 更是闭门不出 围炉像火 尽享清闲 只是干挖木的营生 老婆不好讨 谁不害怕这盗墓的事 好在后来他相中了宁乡老家 一个叫张晓岚的少女 钱赏才完婚带回长沙来 赵仲凯又问 土夫子不是挑土的 贺又青见赵仲凯一脸惊异 说 你可能不知道 长沙人称盗墓人叫土夫子 近百名长沙土夫子 分别占据着流阳门外 南门外 北门外 河西焚山 弯木掏藏器 北门外 河西一带的摇户 土夫子 则到翻成低销货 占据山地焚山的土夫子 华帝分割 互不袭扰对方的领地 天心格外 从十字岭 麻原湾 左家公山 长岭 左家堂到妹子山 为一条麦 分布着成群的春秋战国 楚木 川山静是这一带的围头人 他的货都到我这里来销 川山静手下有四五个人 都住在麻原湾 我去过川山静家 他家外墙用的旧成砖 李强砌着不少画像石 画像砖 一到晚上 画像石 画像砖绿盈盈的发光 在赵仲凯听来 这是闻所未闻的故事 于是问道 萧桂生又因何得名川山静 听这名字 大概是有双齐眼 得知地下墓葬 贺有卿说 那天 他与手下三个土夫子 在左家宫山山顶开挖一处占国墓 从封土堆边挖树井到棺果边时 发现墓葬与封土堆中心位置偏右 掏进关内藏品时 川山静忽然发问 你们说这墓是单人墓 还是双人墓 来自河西的摇户陆运祥说 不是明摆着的单人墓吗 他在河西做过摇工 后来干上了盗墓这一行 因与合伙人意见不合 脑发了后 到河东来投奔川山静 当时萧桂生肯定地说 左边还有一座墓 赵仲凯盲问 后来呢 是双墓 贺又轻点点头 你说对了 是双墓 川山静这名字就这样喊开了 赵仲凯又问 川山静怎么能在挖第二孔墓前 知道是双墓呢 贺又轻说 我也是事后问川山静才知道的 他说这很简单 古人下葬 风土是有讲究的 墓葬与风土堆的中心线基本一致 偏右即左有另一幕 偏左则右有一幕 偏前则偏后必有一幕 赵仲凯一游未尽 有了想早点见到川山静的念头 贺老板 我来晚了 川山静的粗嗓音 一下子吸引住了二人的目光 贺又轻笑道 真是说曹操 曹操道 赵仲凯打量了一眼川山静 他身体偏矮 唇上唇下刮去粗胡子后 一片喷青 他粗力的手打拱手时 拇指套着一只很粗的玉斑纸 手拎这个荷叶包 赵仲凯觉得他像是一位屠夫 贺又轻一件川山静首拎的荷叶包 说 又去了马明德殿 马明德殿是位于古家巷口的一家鲁味殿 开设于清朝咸丰年间 号称百年老殿 他殿堂虽小 但酱汁肉 酱汁肘子 各色鲁菜远近驰名 川山静一副感谢状 还是贺老板最了解我 刚才马明德殿排着长队 所以来得晚些 他的目光一下停在赵仲凯身上 你可是赵先生 听贺老板说 你旧旧如旧 佩服 川山静是前夜带着挖洞子的货 去和老板的公馆才知道赵仲凯的 赵仲凯站起打一拱手 说 川山静的名头也很响呀 其实 他也是几分钟前才知道川山静的经历 贺又轻招呼川山静 在他的另一边坐下 对二人说 我一点过菜 二位喝什么酒 他侧身问赵仲凯 这里有西坟 汉坟 香坟 黄酒 还有老酒汁堂炮制的湖谷酒 他又转脸问川山静 你喝什么酒 川山静心直口快 何尝杀人自己酿的香坟吧 赵仲凯复喝 喝香坟好 其实赵仲凯在乡间只喝米酒 红薯酒 米酒 红薯酒度数低 他喝醉机会少 席间 贺又轻告诉川山静 他明天一早登船去上海 聚宝斋事务就凡赵先生打理 他走后无论挖到什么货 都找赵先生收 有事尽可向赵先生请教 贺又轻发完话 川山静很是恭敬 赵仲凯也介事说了些事 譬如碰到骨漆器 要注意保护漆皮 漆皮掉在泥里也要剪出来 因为骨漆是做不出来的 但可拼就如就 还有 小见骨青铜器和其他骨器上的泥垢 可以用牙刷刷去 等等 川山静毕恭毕敬 连连称事 喝又轻不喝酒 一如老习惯 以茶代酒 频频去二人喝酒吃菜 川山静不是头一回与贺又轻喝酒 他觉得贺老板有情有义 才请得动赵仲凯这样的好师傅 赵仲凯今夜是母亲先世以来 喝得最多的一次 不久 已喝至微醺 话不免多了起来 贺又轻见周边时刻先后离去 川山静渐渐多了好语 赵仲凯微醺 便招呼已然放下筷子的二人说 我们走吧 他在肖乡酒家门外 勿送川山静往南 赵仲凯往西而去 心里涌起一阵快感 有了适才的二人 聚宝斋还有的戏唱呢 晚上 贺又轻上了居室的二楼 他要去上海好几天 想临走前看看他的私人藏品室 自从他与古玩结缘以来 喜欢余夜净时登上二楼的藏品室 他从来不让太太或保姆 动他的东西 甚至不让他们进来 他总是自己亲自擦拭藏品的灰尘 然后停立藏品前心静如水 耳畔仿佛响起远古的回声 眼前浮现出摇曳多姿的历史景象 他喜欢涌 涌占了一个藏品柜 桃涌 雾涌 雌涌 铜涌 玉涌 勇中又有人物勇 动物勇 器物勇 他想在勇藏品中不断带 于是勇越来越多 早期的桃勇淳朴自然 战国时期的勇 多为殉藏的奴隶形象 显得朴桌呆板 秦始皇以武力统一中国后 兵马勇成为一种时尚 比较起来 他更喜欢隋唐时期的勇 汉代造出了词后 给隋唐的勇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 隋以前的女勇大都细腰大足 身瘦面胖 一宽秀肥 到唐代则上身细笑 衣袖瘦长 唐三彩创选了勇的绚丽多彩 行神兼备 物相纷繁 贺右倾有几尊唐三彩的乐技勇 或捧声 或弹琵琶 吹笛 敲板 唯妙唯笑 他还有一尊雄壮的骆驼勇 那昂景奋提的形象 使人感觉他正置身于大漠沙尘中 袁明清的此勇更传神 尤其清勇 慈胎薄 仿若只有一层极薄而明镜的幼 他仓柜里有之无永如是 青铜器是和幼青的最爱之一 他收藏着春秋时的圣石器 礼器盘毁文斗 方复三足的九气诀 龙凤文香 青铜阳尊 几几件青铜兵器 他觉得青铜器的文式或清灵 或繁复或舒朗 体现一种节奏 一种深厚意韵 他的气形款制 文式 构成乐章 一扬顿挫 轻重极许 令人浮想连篇 陶和瓷占了贺又轻的一个藏品柜 古陶虽气形普拙 但高度仿真的乌文 鱼文 会使人想到那个没有商品交换 没有战争的九远年代 他那只宋代官窑出的 三十二厘米高的右里清闲文凭 明永乐窑官窑出的橘文直弧 青康熙时花鸟树三彩瓶 长饮他久久停立 他喜欢青康熙时青瓷的磁态 细腻温润 仿佛青鸡玉骨 散逸灵气 白则如雪 蓝则四海 他还记得每件藏品的获取过程 知道每一件藏品所处朝代 以及它们产生的工艺环境 他甚至感到它们都是有生命的 只要前程 人与古董可以相通 获得友谊的启示 川山静从肖乡九家徒步回来 刚进麻原湾 远远看见了他家平房透出的煤油灯光 他进屋后 把手上的酱汁肉放进碗柜后 叫妻子小兰端来洗脚水 他今晚有几分醉意 洗完脚后就躺上床睡了 深夜 忽然一阵轰隆隆的雷声 把川山静震醒了 川山静在雷声中醒来 套床头坐着 小蓝色缩的微近川山静说 我怕 川山静想 入秋了 怎么响雷呢 他听到窗外一片哗啦声 屋后那棵梧桐树被吹得呜呜作响 他忽然想起已故的师父 老土夫子茂元公说过 房为阳宅 木为阴宅 天地感应 天人感应 雷雨之中 正是倾听地下木坑虚实的绝佳时机 他忽然想起附近的一处山林中有墓穴 川山静喝了酒 有几分燥热 赤脚下地 从墙角操起油纸雨伞 奔到门边 回头对小蓝说 我走后你拴好门 我又要警示 去一会儿就回 小蓝战战兢兢下床关门时 风呼地刮进来 他对着川山静背影说 你怎么偏这时候出门呀 打雷下雨我有些怕 川山静隔壁是陆运祥的房子 他昨天回了刘阳老家没回 第三间是德彪居住 第四间住着六指指周世平 因为他左手大拇指边多生了一根小指头 人们给他取了个六指指的绰号 这一排四间平房 川山静的最大 陆运祥的房略小 德彪和六指指都是单身 雇房子又小一些 都是前后两间的格局 都用天心阁城墙砖当外墙 内墙多用木坑的画像石 画像砖 川山静最先类想德彪的房门 德彪一听是师父深夜敲门 想必有急事 连煤油灯也未点 连忙他上斜开门 一听川山静说要登领 德彪二话没说 就抓油纸伞 川山静在敲六指指房门时 六指指磨蹭了一会儿 踩点灯开门 一听川山静说要上山探幕 便让开了 陆叔不是说过 那里不会有古墓吗 再说陆叔不在 等他回来再去不迟 川山静还有几分酒气 火了 你去不去 六指指是个会看脸色的人 知道师父脾气 好好 我去 一行三人都熟悉 这一片的低矮山林 一会儿 借着惨白的闪电光 在一座熟悉的 激进平复的风土堆前停下来 川山静凭着先前的孤侧 在风土堆的中心位置贵服下来 德彪招呼六指指 加上川山静那把伞 把它遮挡在雨伞下 这时 轰隆隆之声不绝 高空响着雷震 川山静用右耳贴着黄土 绷紧神经认真倾听 他先是瞇着眼 紧闭嘴唇 继而咧开嘴 他听见了响自土层深处的回应 那呼应声随着雷震从地底传来 他听了一阵 亢奋地跳起来 狂笑着 这地下肯定有座古物 德彪六指指 你们都听听 弟弟有回声 好大的回声 雨很大 又是北风雨 油纸伞被几雨砸得很响 山林间腾起的水雾使夜色更昏暗 六指指全身湿了 一连打了几个喷嚏 德彪走进川山镜说 师父 你听准了 行了 雨这么大 我们回去吧 川山镜被传自目的的回应震撼 对雷声 雨声 风声浑然不觉 当他看到连连打着喷嚏 浑身色缩发抖的六指指 才皱皱眉头说 回去吧 带运祥回来 土不湿了咱们再挖 陆运祥从刘阳回麻园湾的第二天傍晚 川山镜 陆运祥 德彪和六指指一行四人 来到了那片风土堆前 依惯例 川山镜叫六指指先挖 并且下挖时略向鞋里挖 三人在一边闲坐 平时他们是带着纸牌来的 一人挖 其余三人玩纸牌 今夜川山镜不准带纸牌 说有好货 得集中精气神二 不宜惠二 一个一人多深 两三个冤击大小的树井形洞子挖出来了 川山镜叫六指指上来歇惠二 德彪下去接着挖 六指指踏着隔数尺一级的脚窝上来后 一边歇气 一边喝着带来的茶水 德彪比六指指体壮 他是灌的短饼除磨的锋利 一冤击土抛上来 毫不费力 陆运祥在风土堆边烧起了一堆柴火 川山镜不时抓起倒出的土 拿到柴火边细看 陆运祥当过摇护 干挖洞的活有好几年 董心门道尔 他问一脸喜色的川山镜 还是网闻土 川山镜含笑点点头 他明白 网闻土填得越厚 证明这洞子年代越久 德彪挖了一阵后上来歇息 六指指接着下去挖 德彪再次下去后一个时辰 他顺着树井形的洞子攀上来 告诉川山镜 你挖到了白高泥层 又粘又柔 像糯米糕似的 还说他产去了棺果一面的白高泥 川山镜大喜 地下没遇到蓝石 也没遇到地下水 这么顺流 这下一步是师父接棺了 让师父开棺果取物 这是土夫子的规矩 师父阅历广 经验丰富 知道棺木是怎样相板夺笋 从哪处搭笋插入铁壳棍 易于使棺木的四根芳木分离 总之开棺取物时的玄机多多 其中经潮之处 师父是不会轻易让徒弟知道的 以免徒弟私藏 陆运祥跟川山镜搭伙两年了 川山镜还没给过他一次开棺取货的机会 从今晚情况来看 木里肯定有好货 陆运祥想要得到这个开棺取物的机会 再次尝尝在和西时曾得过的甜头 在他与川山镜搭伙之前 曾与和西一个摇护搭伙盗墓 当时两人同时开棺取物 他趁对方没注意 吞了金箔尽度 还有一次是吞了一颗精巧的玉珠 事后再讹出来换钱 但只包不住火 被收获的骨丸商抖露了出来 他的合伙人一气之下 叫他走人 川山镜不知其情 加之正是用人之计 便接纳了他 陆运祥拿定主意后 对川山镜说 今夜让我开棺取物吧 保证棺内物件一件不少 川山镜盯了陆运祥一眼 沉默了一阵 见他很坚决 慢吞吞地说 那好吧 你动下小心 他说的是一句双关语 陆运祥到洞底后 点燃灯 根据方位 用一头尖的铁鞘棍插入木棺 原来有棺无果 省了许多周折 不免心中欢喜 他刚撬开木棺盖板 一股奇臭 略带硫磺气味的气流喷射而出 把灯一下吹熄了 陆运祥急忙去点灯 灯刚点燃 一声爆响 动力腾起一团戴白眼的火 直扑陆运祥 他的头发 睫毛一下子着了火 他吓坏了 惨叫一声 救命啊 有鬼 离洞口最近的六指指 听到木底传来的呼救声 马上对正靠在土包喝酒的川山静说 师父 陆叔在洞子里喊救命 说有鬼 德彪走过来 毫不犹豫地说 师父 我下去 川山静盖住酒瓶盖 用手磨磨嘴 我去 他心底考量起来 土夫子都是不信邪 不怕鬼的铁血汉子 谁见鬼抓人 他倒听师父说起过火洞子 但长沙城从河西到河东 从未听到过发生火洞子的事 他一下子踩着 竖井是洞壁上的脚窝下洞 德彪马上递过一把短柄除河渊鸡 川山静一边喊 运祥莫荒 一边猛地用锄往渊鸡挖土 往陆运祥身上泼洒 陆运祥身上的火熄了 他又泼洒土吸了洞子里的雨火 接着 他把眼泪扒沙的陆运祥 推到出洞的地方 急道 快 你先上 赶紧去抓药疗伤 陆运祥刚爬出洞口 川山静随后也攀出洞子 他招呼惊骇的六指指 你赶快扶你陆叔去刘阳门 找名医路老医生 他对刀伤烫伤很有本事 钱不够 我天亮后送钱去 说完从口袋里掏出两块光阳 六指指接了光阳 扶着陆运祥慢慢走了 得镖巧声问川山静 我们还继续挖着火冻子 川山静瞪远眼 当然夜长梦多 我们不继续挖 不是让别人白白捡了便宜 这下面肯定埋着好货 他望着陆运祥和六指指远去的影子 一口喝光了瓶里的残酒 将瓶子甩得远远的 川山静下了洞子 洞子里火虽熄了 但弥漫着难闻的气味 他用撬棍撬棺盖时 意外发现棺盖上有一件丝织品 似有色彩和花纹 他拉它放在棺边时 忽然碎成许多片 棺盖打开后 他粗力地守平多年的经验 在尸骨上游走 拉捏后 断定牧主人是一位老者 男人 川山静忽然想起不久前 在青石坡上挖的一座汉木 倘若眼下这木也像那汉木才好 他一息记得 那木也有白高泥层 还有一尺多厚的木炭 外裹七着彩绘 虽费了很大功夫 但让人开心 一窍开棺盖 诗座女诗墓 内有头香 边香 七连里尽是姑娘家的墓书 小铜镜 剪刀和铺粉 还有乐器 鱼 色 他清点棺内器物后 包开包湿的软布和丝绸 把灯一进女诗 发现女诗面孔很年轻 且衣着华丽 人像睡着一样 穿山竟认定女诗出自当大官 又有钱的大户人家 他听贺有青说过 汉代墓葬主人 有余卧和七窍塞的说法 这样可以使尸体不朽 并为后人祈福 他细心清点他身边随葬品 先搬开女诗的双手 两只卧服的青灰色玉珠 让他眼中一亮 玉珠造型普拙 嘴眼部均以阴线刻出 还闻出有股土腥味 随后撬开女诗的嘴唇 蹦出一只玉珊 他见玉珊双眼有两侧雕琢突出 一闻和铲角的阴刻十分抢眼 于是多看了几眼 继而从上到下 挖出椭圆形的双眼玉栽 抠出圆柱形的鼻孔栽 圆锥形的钢门栽 生殖器玉三又从女诗左腕上扯下金镯子 从腰上解下玉佩 他回顾周遭 只有四臂的画像石没法带走了 他越是盯住画像石看 那画像石上的田庄 五谷六处 越加生动起来 就在穿山镜在看年轻女尸时 尸体一变黑 像豆腐渣一般散开 慢慢流水 使穿山镜惶恐的是 有一股寒彻骨头的液体漫过脚背 一种起氧刺痛的感觉 使他打了一个寒镜 那次从汉木女主人处所获 是穿山镜盗墓生涯中 绝无仅有的一次 今天在这同为古墓的地下 又是火洞子 还伤了人 应该有更多的收获才是 穿山镜万万没想到 关内惨不忍睹 只有一方石燕和一条墨 一只竹棺里有两只毛笔 一只桃冠 一只夜壶 一只木盒里装着六间木涌 像是女士 都细瘦而其长 她吸了一口气 冲男师开骂起来 你生前肯定是个穷秀才 穷光蛋 死后还是个穷鬼 她解气后 叫德彪网上起掉物件时 顺手把那碎成几片的丝织品 塞进一只桃冠里 心想 这波织品也许值不了多少钱 今天洞子里无童无欲 算是一场空戏 穿山镜出洞子时天亮了 肚子在咕噜直叫唤 她招呼德彪说 先去春来茶馆喝茶吃包子 再去贺老板那里卖货 还得付陆运祥的要钱呢 德彪肚子也饿了 有些乏 今晚的货不多 她把那几件货 用一个厚实的袋子提着 随着穿山镜 朝麻园湾路口的春来茶馆走去 穿山镜走进春来茶馆时 见雾气朦胧中人影晃动 连茶馆外屏上都早已坐满了人 他们是这里的第一批食客 大多是菜饭 人力车夫 他们在外间坐货站 可以照看尽菜的箩筐和人力车 所以宁肯站着吃 二人往里肩走时 门口的大炸锅里 滚油中正翻滚着油条 油饼 灶台上的多层蒸笼里 一出包子烧卖的诱人香味 穿山镜是这里的熟客 正端着一盘热包子上桌的小伙计 冲他一声锐喊 萧爷 里面坐 里间烟尾茶香四溢 穿山镜正在搜寻桌子时 忽然一位中年人一边向他招手 一边喊穿山镜 这边来 这里给你俩留着座位 穿山镜定睛一看 是萧亭富 等他和德彪走进桌子时 萧亭富已叫来伙计点吃试 穿山镜 我就知道在这里能等到你 今天我请客 你们只管点 他显得格外爽快 穿山镜肚子饿了 也顾不了那么多 冲小伙计说 一人一杯燕茶 两个包子 一糖一菜 萧亭富接过话 我也一样 喂 穿山镜 不够吗 一人再加一个肉包子 穿山镜点点头 德彪也觉得 萧亭富这个补充正和心意 穿山镜心里嘀咕 萧亭富平素刻薄 自家兜里的钱看得很紧 今天这是怎么了 包子很快上桌了 穿山镜饿极了 兴急的用手将糖包子 肉包子 抠去底板面团 塞进几粒花生米 将两个包子捏扁来吃 按穿山镜的说法 这叫老棒寒猪 许多老长沙喜欢这吃法 德彪吃相雅些 将包子糖心菜心吃完后 将面团一团一团 站着热茶吃 吃得津津有味 穿山镜咽下包子 喝了一口咽茶 对萧亭富说 昨夜挖了一个洞子 只是倒霉 活洞子里烧了人不说 洞子里没一件值钱的东西 土夫子眼里 挖到金器 玉器最好 少说也得有青铜器 陶器 瓷器算一般 萧亭富头凑进穿山镜 说 老乡 许久没见你了 来看看你 能不能找你买些好货 譬如你们刚从洞子里挖来的 他眼烧盯了一下桌下那只袋子 今早 他就是瞅准贺又轻 还没有从上海赶回来 想趁机捡个便宜 这一点连穿山镜也不知道 穿山镜苦笑了一下 连连摇头说 这点货确实不值钱 而且我早已答应了给贺老板 他从上海回来要货 我没法交代 再说 贺又轻离开上海前 在萧香酒家已打过招呼 说萧亭富来找你要货 别理他 他肯定不如我对你们道义 穿山镜曾与萧亭富打过交道 他觉得贺又轻是比萧亭富道义 他不能做对贺又轻不义的事 尽管萧亭富说了很多 穿山镜只是应付的点头 萧亭富见状 顺水推舟说 既然你这回不方便 有货随时来找我吧 我保证比贺老板嫁出的高 他见两人很快吃完了早点 便抢先付钱 穿山镜说 那怎么行 我付一摸口袋 想起昨夜带的两个光阳 已给了陆运祥抓药 见萧亭富诚心付钱 便把手缩了回来 穿山镜得票与萧亭富分手后 直奔南正街聚宝斋 聚宝斋刚开门 临时雇的伙计说 贺老板在上海未回 穿山镜问伙计 赵先生呢 小伙计说去了宁乡老家 要过两天回 穿山镜又问贺老板几十回 伙计说 这说不准 穿山镜要求伙计 我们与贺老板是老交情 我们有个兄弟今早伤了 能不能先借点钱 这一钱 我与兄弟们有困难 都是向贺老板借钱的 日后有了货用货偿还 伙计有些为难 我确实做不了这个主 无奈之下 二人拖着疲乏的两条腿 去了翻成堤 一路上 穿山镜对德彪说 我们当土夫子的 就是餐搞餐 顿搞顿 来得容易 花得也快 眼下就人急着用钱 就得罪贺老板一次了 小亭妇从麻原湾回来 正在与钱婉平谈事 他回头猛然见到垂头丧气的穿山镜 不禁呜了一声 想不到穿山镜和德彪转身来翻成堤 这样快 他看了德彪的代理货之后 出了一个令穿山镜压抑的数额 穿山镜留了后手 六件慕勇他留出来了 这是贺老板以前交代过的 他喜欢勇 陶冠里那件破烂丝织品 穿山镜根本没当是古董 拨弄了一下 对萧婷妇说 这破烂玩意算送给你吧 两人拿了光阳后 便去刘阳门找路顺响 走出萧婷妇古玩殿时 穿山镜想 是才陶冠里那件破丝织品 送给萧婷妇 算是对萧婷妇早餐请客的答谢吧 但萧婷妇的出其欢喜 使穿山镜生仪 难道那破丝织品也是宝贝 这样一想 他后悔将他白白送给了萧婷妇 贺又轻从上海回来 见闻很多 尤其令他欣喜的是 从上海的古董行情来看 洋人对长沙的古玩很感兴趣 卖价也在提升 他回后的第二天 钱婉萍来提卖合适顶的款 贺又轻把钱婉萍引进屏风后 给他沏了杯茶 在他的记忆中 这是第三次见他了 第一次是他路过藩城堤 第二次是他送来一只唐三彩 在聚宝斋修复 还找他请教 他举止落落大方 毫无相间女子的拘谨 他谈他的家庭 他的父亲 也不必论及萧婷妇的短板 说话间 给人一种性格开朗的感觉 当时 他还觉得钱婉萍与上海红武女 曼娜面目相似 尤其那五官轮廓 只是曼娜眼里闪射出来的是冷艳 而钱婉萍眼里一出来的是热辣 他更喜欢厚一种 一种潜伏的欲望 在他的心里慢慢燃烧着 贺又轻知道钱婉萍 此番是提款而来 便主动把银票送到他手上 且有意地久握了他的手 另一只手优雅地又捉住他的手腕 钱婉萍妩媚一笑 贺老板真是在上海滩呼风唤雨 这么大的古董买卖 几天时间就半得预运贴帖回来 转而俯身看那张银票时 得体地把手托出来 贺又轻疑伸进钱婉萍身边 用一只手搭在他肩上 另一只手指着银票上的数字 我与你们肖老板说好 合适顶卖价2500光阳 一块不少 票据上是摊除费用后卖的数字 成本开支我付写了一份 另一份你给肖老板带回去 钱婉萍眨眨眼睛 贺老板真个办事利索 说完便浏览成本费用的记录 一旁看着的贺又轻 对钱婉萍心中已经有底 他想大胆地演下去 钱婉萍似乎很满意 眼中露出几分好奇 贺老板 你能说说上海的新鲜事吗 贺又轻笑笑 好呀 就说古玩业吧 上海有交易所 有拍卖行 那里洋人对中国古董兴趣很高 但那里水很深 很容易掉进陷阱 说上海的吃吧 上海什么菜馆都有 你能吃到正宗的粤菜 穿菜 连香菜馆也有 想玩吗 你可以去大世界游乐场 只买一脚钱门票 可以从早到晚游览所有游艺 玩个尽兴 你喜欢跳舞可以上百乐门 那可是上海最豪华 最现代的舞厅 无常有弹簧地板 玻璃地面光可照人 上海好玩好看的太多了 贺又轻说的前晚凭心里痒痒的 上海太有幼获利了 他说着走近贺又轻 摇着他的手撒娇的说 我要贺老板带我去上海 我们店肖老板也想去上海 贺又轻笑而不达 他不得不佩服肖婷妇的算计 肖婷妇虽不知道 做洋装生意的奥秘 但利润知大他是可想而知的 他是想让钱婉平与自己周旋 以替他打开做洋装生意的通道 他想罢 岔开话题 反问钱婉平 最近翻成第一代的古玩店 有什么新鲜事 肖老板又收了什么新货 前晚评委与先笑 几天前 我们古玩店闯进来几个高大壮硕的美国水兵 一个个胡子拉叉 手上长满长毛 美国水兵不懂中文 只能一边指着玻璃柜里的古玩比划 一边嚷嚷 小老板和我都急了 怎么说怎么打手是他们都不懂 几个美国人一合计 索性掏出个人兑换的光阳 叮叮光光放在柜台上 指着各自重义的古玩 让我们拿光阳 我们就这样与美国水兵做成了生意 贺又青也觉得很有意思 哈哈大笑起来 什么时候美国水兵也来南门正街 聚宝斋的古玩比你们店多得多呀 萧婉萍说 那是 一边说一边靠近贺又青 带几分神秘的说 我们萧老板让我带来一样东西 想在你这里卖个好价钱 贺又青不经意的笑道 不是房品吧 说这话时 他又想起了那回再翻成低 萧婷妇卖给他只青铜茶饼房品的事 钱婉萍妩媚的一笑 房品能逃过贺老板的火眼金睛吗 贺又青脸一红 他猜想萧婷不会把这种事告诉钱婉萍 于是坦然的说 把你带来的古董让我看看 古玩店有个规矩 凡交易值钱的真家伙 都需到内饰鉴赏评价 说是内饰 也不过是隔一屏风而已 李健摆着两张太师椅 一张方桌 一个玻璃藏品陈列柜 钱婉萍打开随身带来的一只绿色蹄带 小心地提起一卷竹片递给贺又青说 你看好了 贺又青见着仓皇的一卷竹片 促锦眉 从色泽的古舅来看 有些年月了 他在桌上慢慢摊开 是一卷二十多厘米高 两道边绳 用丝麻绳边连的剪读 他先看天头 又看地尾 细细辨认其剪读上的文字来 剪读上文字笔画粗细 书密对比明显 章法错落 书朗有致 是典型的历书风格 他慢慢看完之后 已经知道这是一卷稀有的 楚国相当于省一级机构的文书 古称辅书 他细细辨识简读时 闻到了钱婉平身上飘来的暗像 他腾出一只手 悄悄搂了一下钱婉平的腰 觉得急风雨 钱婉平娇称道 贺老板 扭了一下腰 人却未移动半分 贺幼青靠近钱婉平 指着简读说 我来告诉你怎么看简读 他指着上端留着的空白 这叫天头 下端空白多于天头的视地位 钱婉平似乎对此并不十分感兴趣 但也不服你贺幼青的好意 说 谢谢你的指教 你不想知道简读怎么来的吗 他心头想的是尽快从贺幼青手里拿到黄金 萧婷妇也是这样交代他的 想把柔柔说道 是一位陶景仁从井底得到的 陶景仁卖给了古丸店 萧老板从那家古丸店收购过来 那家古丸店说 简读比金玉还值钱 贺幼青盯住钱婉平 心里一惊 问道 你们萧老板怎么钻研其简读来了 心想 不知简读考古价值的人 不会贸然出手收购简读的 其实萧婷妇并不是从古丸店收购的 而是挖井人直接卖给萧婷妇的 萧婷妇采给了人家两块光阳 不过 萧婷妇叫千婉平来之前 先找了一家道行很深的古丸业前辈考证 并评估能卖多少光阳 对方说了一个数目 惊得萧婷妇后退三步 萧婷妇明白 在长沙汇出大价钱收购简读的 恐怕只有贺幼青了 贺幼青痴迷古丸 对认定有价值的古丸肯花大价钱收购 他还知道贺幼青喜欢追逐漂亮女人 贺幼青的妻子黄素芬结婚前 是黄金戏院的花旦 姿色动人 唱作军围上等 贺幼青经常邀朋友捧场 送花 在小报上撰文 百般称颂 黄素芬被捧红后 自然感激万分 这时水到渠成 贺幼青虽将黄素芬揽入怀中 但贺幼青不改棉花素柳 今日活泼开朗的钱婉萍上门 怎么能让贺幼青不心动 贺幼青把玩检毒一阵 又不忍试手撞 他卷起检毒问道 萧婷妇开价多少 钱婉萍甜甜的说 贺老板 十二两黄金不多吧 贺幼青没一扬 想不认识似的盯住钱婉萍说 萧婷妇真是狮子大开口 哪能开这么高的价 他想不到 这个收荒货出身的同行 竟开出此价 不禁心里暗骂起来 钱婉萍见贺幼青脸上难看 上前摇着他说 贺老板 检毒可遇难求啊 你识货 自然出得了这个价 钱婉萍这一句可遇难求 确实击中了他的软肋 在他众多的个人藏品中 唯独没有检毒 而且萧婷妇又派来了这么个 令人心动的女子 他心软了下来 也不得不承认 今日的萧婷妇 不得不让人刮目相看 琢磨之后 果断地说 婉萍 冲你来了聚宝斋 十两黄金 一两不多 一两不少 钱婉萍作哀求状 说贺老板出这个价 我不好向萧老板交差啊 贺又卿毫不退让地说 萧婷妇不会找出第二个 用十两黄金买他一卷 检毒的人 钱婉萍见贺又卿主意已定 只好顺水推舟说 那就只好一贺老板出的价落 贺又卿没一扬 忘定钱婉萍 我店里没有存放黄金 你跟我去小冬毛巷的家里去吧 钱婉萍一争 有些犹豫 她有太太 还有孩子 她一个年轻姑娘去她家 她家人会怎么看呢 贺又轻笑笑 但笑里藏着果掘 婉萍 趁我对收购剪毒还没改变主意 同我去小冬毛巷走一趟吧 钱婉萍找不出推托之词 也不想失去剪毒脱手的机会 既然无语 只是点点头 贺又轻对修理间的赵仲凯打过招呼后 走出聚宝斋 在南正街叫了两辆人力车 和钱婉萍一先以后 往小冬毛巷方向驶去 不到十分钟 贺又轻与钱婉萍一先以后 进了僻静的小冬毛巷 在一座石库门前停下来 这是一栋暗红色砖 辉扬瓦 清水强气的公管 门为上方钉字渡的麻石上 刻了贺于二字 石库门东侧是一口水井 井台铺的麻石 井岩用麻石砌了两尺高的护栏 井旁一棵苍蕴的梧桐树 阴附了水井和大半个房顶 贺又轻附过两位车夫的银行子后 打开门锁 推开两扇带铁环的厚重大门 进门后随即拴上门 进门便见天井 经过天井是采光通透的大厅 四间房的门都朝客厅开着 地面都铺了木地板 前晚屏环顾大厅 客厅天花板做了夕阳浮雕 不禁嘖嘖连声 贺老板家里好气派呀 贺又轻笑笑 上楼看看嘛 他牵着钱婉萍走向客厅里侧的楼道 钱婉萍一边应声 一边随贺又轻上了二层 二层采光更好 靠天井那面有一道木制的雕花护栏 钱婉萍忐忑不安地问道 你的太太和孩子呢 贺又轻微近钱婉萍 坦然地说 太太随其班子去宁乡一位绅士家唱戏 过两天才回 我女儿文文在雅里中学读书 寄宿 钱婉萍的心情松弛下来 她感到贺又轻的手滑向她的腰迹 贺又轻告诉她 女儿睡一层 她和太太睡二层 她的鼓丸收藏室就在卧室边的另一间 钱婉萍马上领悟道 鼓丸是贺又轻生活的另一半 贺又轻在钱婉萍走进她与太太的卧室门口时 一边轻轻把她往里推 一边说 进去看看嘛 随手把门道拴好 钱婉萍一时既恍然又心乱 其实她第一次见到贺又轻时 见她风流倜傥 西装革履 有学识 又富有 便有几分想接近她的意思 这对她日后增进古丸知识大有弊意 她没想到这么快就接近了她 而且发展到这种程度 正在她无措肩 贺又轻优雅地把她放到床中央说 婉萍 我从第一次在翻成堤看见你 就喜欢你了 今天 是我们交心的好日子 记住这一天 她说完 闲熟地用手去解她的衣扣 钱婉萍本能地蜷缩着 躲闪着 半影半距 一脸涂红 贺老板 别 别这样 贺又轻眼睛里喷着火焰 她的手更快更敏捷了 像在熟练地剥一只香蕉 又像腐弄一只迅顺的猎物 一下子剥去猎物的包装 她的面前是风雨而生动的动体 她醉了 轻轻喊道 你原来这么美 一下扑到钱婉萍身上 钱婉萍感到了一个 如此贴近她的男人的强悍气息 心一阵狂跳 贺又轻自从与钱婉萍有了那种关系后 对萧婷妇的鼻搏感似乎慢慢淡了 这天 钱婉萍来聚宝斋请贺又轻 说是萧婷妇有件古董 请她看看有无兴趣 贺又轻自与萧婷妇合作了合适点 收购了简毒之后 想到萧婷妇古玩店的临番成堤 有来自河西和北区的土夫子 摇护提供古董 不可小觑 第二天 贺又轻走进了萧婷妇的古玩店 与萧婷妇寒暄后 便要萧婷妇拿古董出来看看 萧婷妇从柜里小心地拿出一卷直筒 在柜台上慢慢展开 贺又轻不由地拢进柜台细看 不看则已 一看不由的心里一惊 这不是战国时期的赠书吗 赠书一称薄化 在战国时期 它是覆盖在死者身上用以护身的 遗憾的是薄化是碎成多块后拼接的 上面的图像和文字虚细细辨认 从贺又轻整肃的神情 萧婷妇意识到 这物件果真非同繁品 贺又轻足足看了三十分多钟 才把薄化看出些门道 薄化成正方形 中间有墨书 是尖头尖尾的传书 这是典型的仙秦楚传 它的四周画有多个不同图像 均以细线勾描 是战国时的以线条勾画的技法 四角分别为青、赤、白、黑四色 每遍军勾描怪异兽像 或双脚或多角神像 整个薄化透出强烈的乌气 这与当时的楚文化有关 楚人迷信鬼神 生时随身带护身符 此后用各种方式辟邪、震慕 贺又青虽研习过秦传 但因楚国时代的文字尚未统一 一时却难全部辨识 他知道 这件薄化日后将是无价之宝 他不露声色地问萧婷妇 这薄化哪里弄来的 萧婷妇避开贺又青的问话 闪烁其词地说 这薄化转了几次手 花了大价钱忧 他转身对钱婉平使了个眼色 婉平 你说是吗 钱婉平马上反应过来 贺老板 萧老板说得没错 他说最后两个字实 明显带些勉强 贺又青似乎在欲擒故纵 萧老板 这波话虽算得上古董 但太碎太破 拼图质量也差劲 难出嫁啊 他用一种无奈的口吻说 萧婷妇不为所动 显得镇定而自信 说贺老板 我已与北京的商先生通过电话了 商先生让他的长沙古玩界朋友来看过博画 还谈了价钱呢 萧婷妇说话虽轻 贺又青却觉得如同雷击 心里有些慌乱 急急问道 商先生怎么说 商先生是中国古玩界的知名学者 在古玩间别上独具慧眼 他曾几次来长沙了解古玩业情况 还下过木洞 他的住宿在国内颇有影响力 贺又青与商先生有一面之交 还有书信往来 贺又青想起来 半年前 商先生去过藩城堤 还进过萧婷妇补玩店 一定是萧婷妇叫商先生留下了电话 他意识到 萧婷妇对于这幅博画早已投石问路了 他沉吟片刻 萧老板 我出价一千光阳买这博画 萧婷妇轻松地笑起来 凭贺老板的眼光和实力 你开的价应该至少比商先生高呀 贺又青心头一震 商先生也想收购博画 他出多少 萧婷妇伸出三指 比划了一下 贺又青眼睛瞪得溜圆 商先生睁开了三千个价收购博画 他想商先生啃出这个价 证明了这幅博画的价值 他哪里知道 这是萧婷妇使诈 他得到博画后 问了业内高人 又立马与北京的商先生联系 商先生叫长沙业界朋友探寻后知道 萧婷妇的博画 是多块破碎画片拼图 便是困难 加上萧婷妇开价三千光阳似乎过高 收购与否 正在犹豫之间 萧婷妇据此使了一个小小的阴谋 让贺又青一霸不能 一贺又青的性格 他断然会在商先生出手前买走博画 贺又青求保心切 咬牙以三千六百光阳买下了这幅博画 一年后 一个美商欲以两万美金购买这幅博画 贺又青坚持不卖 这是后话 贺又青一回来 急急换来赵仲凯 两人在屏风内细细琢磨博画的意涵 赵仲凯足足看了两分钟 然后抬起头 对贺又青说 贺老板收了一件西式纸宝 我曾听家父说 在造纸书尚未发明前 博与简读同为那时的书写材料 王国为先生 简读简署考中称 以博写书 致迟一当在周记 但家父在京城时也没有见过博画 贺又青又惊又喜 先生也知道博画 太好了 赵仲凯望着博画 叹了口气 只是装表太差 我重来装表试试 贺又青欣喜若狂 说 先生需要什么指管说 我去买来 两天后 赵仲凯拿去装表的博画 让贺又青眼前一亮 他望着赵仲凯 因熬夜略带血丝的眼睛 说 真辛苦先生了 赵仲凯说 我也是初次见到博画 查阅了先父保存的一些资料 切以为博画四周的十二尊神像 四为代表一年四季十二个月 十二月神的形象 或三首四首或鸟身 神像编的文字 揭末书 共九百余字 我推断为有关个月禁忌的规定 可能是出师 讨伐 聚众会有 婚嫁等 中间那八行字 或是谈天象灾疫 贺又青说 先生说得太好了 我也感觉到这件博画 是中国古代阴阳数数一级 是目前所致而且是唯一的一件 秦以前的博画食物 我有些疑问 这件博画怎么出现在 翻成低的萧亭富古玩店 而不是在刘阳门 或南正街一带的古玩店 他忽然想起川山镜说过 萧亭富经常找他 愿出比赫又青更高的价钱 收他挖的货 贺又青在上海的那些日子 萧亭富或许找了川山镜 他忽然问赵仲凯 我去上海的日子 先生是不是回了宁乡老家一趟 赵仲凯一争 王说 你回长沙前两天 宁乡老家传来口讯 伯伯先是 我积极去宁乡奔丧 在宁乡住了两晚 头天早晨去的 第三天中午回了聚宝斋 听伙计说 川山镜来过聚宝斋 说是带了货来 想先知些钱其用 但伙计不敢做主 川山镜只好走了 贺又青呕了一声 猝紧眉头撕存起来 赵仲凯见贺又青神色忽变 也不知发生了什么事 午后 贺又青叫伙计召来了川山镜 川山镜右手拎了支布袋子 一见贺又青 心里有些发慌 贺又青不仅在刘阳门 离头街 翻成低友业界朋友 也不乏经常送货的 土夫子和摇护 他已听到了些风声 披头就问川山镜 我去上海后 小亭妇可曾到麻园湾 向你们收货 川山镜是个爽直人 不会讲谎话 脸红的说 是的 你走后的第五天 我们去左家攻山挖了一处战国墓 是只火洞子 洞子里藏品既不值钱 又没几件东西 还烧伤了陆运祥 卖的钱全给了陆运祥 做药费和买营养品了 说这话时 他显得很傲丧 赫又青叹了口气 陆运祥真不幸 转而问 他还好吗 川山镜摇摇头 陆运祥还能好吗 他长沙城里没人招呼 我们把那次挖洞子得货后 卖的钱都给了陆运祥智商 又买了些营养品 让六指指送他回老家 他现在伤好些了 赫又青又问道 你们挖那木得了些什么东西 川山镜说 撬开那棺材石 里间有一方燕台 一截古墨 一只竹筒装着两杆毛笔 许是兔豪或狼豪 还有一只小香里 有几件陶涌 就这些 没一件值钱的 牧主看来是位穷秀才 特又青捕捉着川山镜说的 每一件古董 问道 再没别的东西 川山镜苦笑起来 还有一件烂糟糟的丝织品 是棺盖上发现的 刚刨开白高泥层时 它还很鲜艳 见光就碎了 我看相堆破烂 白送萧婷赋了 贺又青深深地吸口气 他还能说什么 他生气的是萧婷赋白 得到的薄化 竟像自己索要三千六百光阳 未免也太过狡诈和心狠了 贺又青打开川山镜 带来的六只五勇 倒是这些造型各异的陶勇 使他的心境慢慢平静下来 贺又青从柜台的抽屉里 拿出一摞光阳 数了十二块给川山镜 说古墓里的东西 不一定是金和玉最值钱 还有比他们更值钱的东西 他刚想说你们知道 那幅薄化的价值吗 话到嘴边又缩了回去 川山镜见贺老板气虽消了 但毕竟情绪不佳 不变久留 临别时又赔了礼 表示日后挖洞子的货 不论什么都拿到聚宝斋来 他说完后像做了错事的矛头小子 惶惶走了 贺又青经不住 钱婉平的诱惑和缠磨 终于答应了秋凉时 与萧婷富钱婉平 同赴上海进行古董交易 那天 当三人在火车站会面时 贺又青又恢复了 以往的风流倜傥 相行之下 萧婷富仍穿着那就是的中山装 脚着青色平荣的布鞋 怎么看 都是一个老土 钱婉平不再是那身旧衣衫 依照贺又青的提议 他穿了一件果绿色长袖旗袍 晚进于脑后 脚穿一双黑色高跟鞋 手指还涂了指甲油 贺又青说 去上海要打扮得像上海女人 钱婉平心想也是 这样一打扮 贴了几分娇俏与妩媚 贺又青虽觉得萧婷富装束有些土 但他这次去上海交易的物件 却让贺又青相行见处 萧婷富戴的古董中 一个装和式顶的大木箱 足有近三尺高 近二尺宽 另外一个稍小的木箱 也有一尺多高 还有两只略小的木箱 而贺又青才大小三个木箱 与萧婷富那个大木相比 是小屋见大屋 他听前婉平说 萧婷富带来了桃圆顶和几件好货 桃圆顶是为参加拍卖会而专门准备的 这阵是足可以一时镇住拍卖会了 贺又青走进萧婷富时说 萧老板这回去上海会大出风头的 他已经明显感到 萧婷富暗中有与自己抗衡病例的气势 虽然萧婷富在贺又青面前 表现出一副千功的样子 说他今天的上海之行 是贺老板提携的结果 骨子里却想的是 与贺又青在上海一角高下 萧婷富望望一脸快活的钱婉平说 你说是吗 钱婉平反应奇怪 说 真得谢谢贺老板 没有贺老板 我们即算到了上海也是寸步难行 贺又青坦然的笑笑 心想 钱婉平所言极是 上海够大 容得下他与萧婷富 也难得萧婷富 对他与钱婉平的关系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贺又青轻车熟路 引领着萧婷富和钱婉平来到了上海 第二天上午 贺又青等三人带着参加拍卖的古董 分成几辆黄包车去上海股丸鉴定所 疑似鉴定所出具鉴定书 即办理登记 领取号牌 参加后天举行的拍卖会 股丸鉴定所设在南京路 所内 几名股丸鉴定师刚鉴定完上一批股丸 三人把带来的股丸送上去 三位股丸鉴定师 分别对古董细细看起来 鉴定贺又青那只康熙青花的 是个冒蝶老者 但目光灼灼 看得十分仔细 他看气形 颜色 花纹的神色 使贺又青书心 他端起康熙青花看款之时 皱了一下眉头 遗憾地摇头 连连说可惜 老者的表情 贺又青一一在目 随着他的高兴而高兴 当贺又青看到老者摇头 念念有词时 知道情况不妙 那位虚染飘垂的老者 对一货中的贺又青说 这是民国年间初的青词 他无论气形 态质 颜色 花纹都挑不出毛病 但终有露线之处 你看他的底诱和款制 是摩去而改换康熙的提款 康熙青花款制的康字 多用半水或凯水 很少写成钛水 这确实是行家离手做出来的 他改装稍有后 得用汉手盘弄数月之久 足见其苦心 贺又青被说的汉言 他盘弄青词这么多年 难道又看走眼了 老者一声叹息之后 将青花平递给 正看萧婷妇的 桃圆顶的中年女鉴定师 并特意用手指了一下 那个康字 女鉴定师容貌端庄整肃 看了一下道 就康字这里漏了线 之后 仍将青花递给老者 老者向坐在对面的 贺又青招招手 贺又青马上走上去 老者说 你这青花买家不菲吧 贺又青说 我是从一个行家手里买的 老者笑笑 这只青花几乎可以一甲乱针 如果不是从这个康字 看出了破绽 我们也看不出来 贺又青一时热血上涌 几百光阳就这样打了水漂 卖家还是他的一位故旧 他越想越来气 一下子将康熙青花瓶 砸在水泥地上 随着哐当一声翠响 青花翠成为几块 老者叹了一口气 玩我们这一行 都不免有过看走眼的时候呢 其实留着也无妨 鉴定是一片哗然 随后女清洁工扫去碎瓷片 室内又恢复了平静 静着一边的萧婷傅 望着刚才发生的一切 从心里说 他有几分高兴 今天的场景是贺又青颜面无光 但这种情况不会发生在他身上 正想着 那位面容塑整的女鉴定师 叫萧婷傅过去 萧婷傅面露喜色 对女鉴定师说 是真家伙吧 女鉴师浅笑 是房体 你的这只五彩堆花金鱼缸 气形倒很好 鱼缸上的十八罗汉姿态各异 栩栩如生 但是我们从右色 是样 火光几个方面综合分析 它实在是一件房品 前晚凭见状 赶紧走了过去 十分惊慌地望着萧婷傅 又望望女鉴定师 嫩嫩说道 不会吧 贺又青望着萧婷傅 傲丧地捧回五彩堆花金鱼缸 笑里藏讽 房品还捧回长沙呀 萧婷傅一声苦笑 当然带回去 我认为他不是房品 古董商有看走眼的时候 鉴定师就没有看走眼的时候吗 我拿他回去 他还是我的镇店之宝 萧婷傅的话 三位鉴定师都听到了 不由地发出一阵笑声 紧接着 最后一位中年鉴定师 对萧婷傅的桃圆顶 做出鉴定分析 他说 桃圆顶确实是 周中后期的青铜礼器 并住愿桃圆顶 在后天举行的拍卖会上 拍出好价钱 从古玩鉴定所回来 几人各怀心事 萧婷傅十分关注 明天桃圆顶的拍卖结果 一副心神不宁的样子 钱婉萍则如同出道花花世界 躁动不已 一脸的期待 贺又青似乎动漆一切 闲事会声晦涩地讲述了 跑马厅极高的中奖率 见萧婷傅这个财迷来了兴致 便顺水推舟 请朋友陪着萧婷傅去赌马 剩下贺又青与钱婉萍 二人世界 自然如鱼得水 一起去了上海最大的百勒门舞厅 风流快活 贺又青与钱婉萍回到远东大厦时 已是灯火璀璨 见到萧婷傅 他竟一脸得意 说 我在上海跑马厅中了彩 得了两千元 钱婉萍叫道 天哪 小的有这等好运气 我跟萧老板去好了 你今晚手气这么好 不多赢些 萧婷傅得意地说 把戏不可久玩 我拿了钱赶快走人 不走 也许会输光了回来 贺又青心里骂道 好个老滑头 与上一次来上海相比 贺又青心情好多了 带来的古丸厨子毁 青瓷小有损失 其他的几件古丸 均卖出了好价钱 超出预期很多 萧婷傅的桃园顶 派了两万八千光阳 不停地感谢贺又青 说是托贺又青的福 贺又青豪兴之余 离开上海前一天 对萧婷傅说 今晚我教局做东 请了恒生商行的贾老板 交易所的老夏喝花酒 你也和他们认识认识吧 这时 前晚凭风势地走进来 笑着说 喝什么花酒 我也去 贺又青黑黑一笑 晚凭花酒是男人的事 女人是不喝花酒的 这是上海的规矩 算我请你 这条街左拐有条小巷 什么美食都有 戏园子就在那附近 今晚正上演乐剧 梁山博语驻英台 很好看的 说完 把一摞光阳放到桌上 傍晚 贺又青和萧婷傅来到石刻迎门的淮海路天乐酒家 贺又青领着萧婷傅走进了右侧的浦江苑包厢 包厢里摆着一张八仙桌坐得下十多人 套避摆着木沙发和茶几 太失忆 贺又青点完菜 便去大堂填写局票请女校书 他回浦江苑包厢时 横生商行的贾老板 交易所的老夏乙和萧婷傅在攀谈 他对两位打一拱手 出动二位了 刚才我填了局票 请了女校书 他们会很快到的 听到请了女校书 贾老板和老夏露出欣喜的神情 萧婷傅皱眉 心想 这和又青到底在上海常来常往 这里的词儿新鲜 但不明白局票和女校书指的什么 接着 各色菜品 法国红酒都上齐了 四位姿色不俗的女校书 也捧着琵琶鸟鸟停停地走了出来 人耳娇俏 琴声悠扬 萧婷傅渐地 不知自己是迷醉还是酒醉 最后迷迷糊糊地 与其他几个人一样 和女校书走进了各自的单间 萧婷复醒来时 确切地说是被人推醒时 他只见房内灯光幽暗 也不知道置身什么地方 他揭开宝贝 朝自己一看 竟是赤条条的光身子 衣衫裤衩搁在床边的木沙发里 女校书也消失了 他感到全身软塌塌的 这时 贺又轻推开门 站在萧婷傅跟前笑起来 萧老板 这就是喝花酒 也称飞奸召计 萧婷傅怅然若失 急急去抓自己的衣服 裤子 贺又轻望着迥态十足的萧婷傅说 我在门外等你 说完轻轻带上门悠然离去 萧婷傅一下子全醒了 他想起来 昨晚的确陷进了贺又轻舍的局 让自己出了一回洋相 当他回到远东大厦时 天色尚早 又躺下来睡了 吃早餐时 前婉萍使劲累着萧婷傅的房门 他累了好一阵子 才传来萧婷傅的应答声 萧婷傅懒懒地拉开门 只见前婉萍一脸胶着的样子 忙问 怎么了 他预感不妙 酒一下子醒了 前婉萍一脸黄疾 我爹昨日下午 发了电报道远东大厦 他说你收购桃园顶的事 被乡亲告发了 县政府已受理此事 并准备派专人 与省府有关官员联系 联手查办此事 他说完把父亲的电报 递给萧婷傅 萧婷傅看后脸色铁青 说 你马上去订回程车票 无论如何今天要赶回长沙 越快越好 你顺便问问贺老板 能不能和我们一道回去 邀贺老板回去有好处 他与省府管文物的大员很熟 这是得请他帮忙 前婉萍沉默了一会儿 道 我会设法请贺老板 从我们一道回去 前婉萍找到贺又卿 一说萧婷傅急于连夜赶回长沙的事 贺又卿暗中高兴 他知道在地方上买卖古董 县府从来是不诉不理 拿着说事的县府往往会收回古董 再行个人侵吞 从地方到省城 这样的事例他早已见惯不惊 倘若官府真要查办此事 萧婷傅一定会官司缠身 大伤元气 从此无法东山再起 跟萧婷傅回长沙 正好看到这出好戏 何况这时又是前婉萍来养求他 正好落个顺水人情 当天下午 一行三人便登上了回长沙的火车 四日正午前抵达了长沙 从上海回来的第二天晚上 喝又轻向酒为室的 推开二层的古玩藏品室 他去上海之前 两扇窗户是关了的 他打开窗子 大团大团的清凉之气涌了进来 先前的木质为耳少了许多 他站在藏品柜边 透过玻璃 慢慢的一只柜一只柜看下去 十点多时 他家大门的门环骤然响起来 而且想得很急促 他下了楼 拉开门一看 院营里站着萧婷复和前婉萍 他想 萧婷复深夜来找 大概又是为桃园顶惹上的麻烦 来找自己帮忙 萧婷复一见贺又轻 急急地说 我刚从宁乡回来 桃园顶在地方上牵扯大了 村上人说 桃园顶是守护龙脉 赈灾除邪的宝物 挖走桃园顶 龙脉已失所依 乡里人把村里发生了积温 人病 统统怪罪于我收走了桃园顶 乡民告到县府 县府正查办此事 并立即与省府联系 合力收击桃园顶 连前婉平父亲出来斡旋也无效 我这次回宁乡 给县府长官贝勒大礼 也不管用 看来凶多吉少 特求你想想办法 贺又轻促紧没 他问萧婷复 官府找了你吗 萧婷复急地说 听说马上要传讯我 县府准备与省城联系 还放出话说 务必要追回桃园顶 贺又轻盯着萧婷复说 对于盗墓或挖走地方古董这马事 历来是不受不理 县府追究 一般都会追讨原物 而且往往会被当官的中饱私囊 前婉平沮丧地叹了一口气 我陪我爹去了县府 我爹在县府有熟人 又送了礼 但没有用 县长发了话 一定要追回桃园顶 否则告到省里去 贺又轻盗抽了一口冷气 暗中庆静煤汤这浑水 倘若与萧婷复合作收购桃园顶 怕是也脱不了干系 萧婷复撸着头发 垂下头在想着什么 忽然 他昂起头 说道 贺老板 我知道你门路宽 和省府这方面的大员有联系 一定有办法化解此事 贺又轻不动声色地说 这是有些为难呢 你看县长铁定说要追回原物 但你已卖了 县里闹到省里来 肯定会责成省文物委员会 查办此事的 你的古玩店在长沙 能跑得拖吗 萧婷复听罢贺又轻一气话 一脸煞白 前晚屏急急地问贺又轻 就没有一点办法了吗 贺又轻沉吟不语 他忽然心生快感 你萧婷复一个收荒货的 爆发得何其快 他想起萧婷复卖给他 简毒和薄化 哪一样不是失众手图暴力 三十年河东 三十年河西 你想不到也有今日吧 你终于得到报应了 想到这里 他自真聚拙地说 疏通省里关系很重要 我可以去疏通关系 但总不能空着手去呀 听说萧老板近年得手了几件好货 能不能 贺又轻盯着萧婷复的难看脸色 不往下说了 萧婷复好像看到了一线生机 急忙说 我马上回去挑几件古董 叫千万平明天上午送去聚宝斋 听评贺老板处置 只求快点了结这事 贺又轻点点头 这样才好 事情或可有转机 我会抓紧去联系的 但你不能坐以待毙呀 或许有人来抓捕你呢 你怎么办 萧婷复抖的一阵 焦虑的眼中呼的闪过一丝冷笑 目前 去自投罗网 不可能 那死定了 他疑惑地问贺又轻 贺老板不是暗示我一走了之吧 贺又轻狡狭地一笑 萧老板 我可没说 这是你自个儿说的呀 他说完大笑起来 钱婉萍似乎明白贺又轻的深意 端起慈悲喝了一口茶 说 时间不早 我们不打扰贺老板了 贺又轻送二人至实库门外 望着二人融入朦胧夜色里 心想 是福不是货 是货躲不脱 他断定 萧婷妇这个对手会很快消失的 第二天早上 钱婉萍背着一个枣红布袋 走进了聚宝斋 贺又轻把他引进屏风内 俩人搂搂抱抱了一阵 当钱婉萍从布袋里拎出几件古董时 贺又轻顿时眼前一亮 连说 好货 好货 他首先拿起一尊带杯盘的一星壶 壶体气形比例适当 朱元玉润 颜色红紫 雍雅大方 再细看湖深有湖深明草书水添一色 风霜清 丁某年大宾 当时大宾李仲方和徐有全 在江苏一星有湖家妙手称三大志说 贺又轻暗中称奇 不禁问道 你们萧老板怎么搞到这瓦一星湖的 钱婉萍说 是一位曾在江苏围关的官员 退隐回长沙病故后 他的遗孀卖给他的 贺又轻放下一星茶壶 拿起了一只明代的翡翠玉飞天 飞天 汉语又叫香阴神 砖丝百花 向人间波散相心 且能歌善舞 玉飞天脸形丰满 眼成细长形 发际高盘头顶 一如堆云 裸露的上身微侧 一臂身平向身后 另一臂横在胸前直花篮 踢巾再紧后漂浮 宽松的衣裙 字腰向下飞扬 女摇曳的长飘带交错 贺又轻轻想 这萧婷妇居然有这样的真品 接着又拿起那只白玉杯 此杯细多层雕 线条刚净利落 棱角分明 云鹤文反简得当 整支杯纯白 是一支明代的阳枝白玉杯 贺又轻笑着说 你今天拿来的古董 确实是上品 前婉萍声音嘀嘀地说 小老板今天天不亮 就去了长沙轮渡 花五百块光阳 包了一艘小火轮 送他去常德一个远亲家避难 贺又轻的目光 从古董上转移开来 望着神情淒淒的钱婉萍 我估计小老板不可能再回 翻层低了 你准备怎么办 他一边说 一边把他搂在身边 钱婉萍心情慌乱地说 小老板带走了值钱的古董 一般的古丸值不了多少钱 他让我处理掉 还叮嘱把古丸店的牌子也摘下来 贺又轻说 倘若我帮你在原店值 另开一家古丸店 或者你来我的聚宝斋 你干不干 他对钱婉萍充满了期待 钱婉萍垂头丧气地说 我想回宁乡老家住些日子 等桃园顶的事平息了再说 贺又轻想了想 说 这样也好 有什么事要找我 你随时可以来 我觉得你是和做古丸生意 钱婉萍有些心动 但一会儿心中复归平静 贺老板 过些日子再说这是罢 对他来说 跟随萧婷傅 做古丸生意的这些日子 就像是一场梦 贺又轻默默地望着 钱婉萍离去的背影 心想 我相信 过些日子 桃园顶的是平息后 你会再来的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喜欢的话请给我点个赞 别忘了订阅和分享 谢谢你的支持 至于